让我们一起回到1930年 当时四海战创办人拿督张汉三 带着儿子张四川 四清和西聘 从中国广东省朝阳县南下吉隆坡谋生 张家一开始在吉隆坡中央巴沙摆卖鸡鸭蛋 随后在吉隆坡私事街租下店铺取名大城 直到1937年才更名为四海战 四寓意西夏的四名儿子 海则是四海为家的意思 四海战由此诞生 四十年代日军侵占东南亚时期 张家因供应鸡鸭蛋给英军和旅馆 贫苦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 但随着英军投降 无法收回欠款 店铺也遭炸毁 一家十口生活顿时陷入困境 但张四川和四清两兄弟并没有坐以待毙 反而在日军入境隔天 骑脚大车到吉隆坡磁场街密商机 他们发现售买白糖有利可图后 便到半山巴向父亲的朋友买了七大包白糖 再用三轮车再到磁场街东售 这样连续卖了三天 挣到了五六百元 一家十口的生活才有了着落 随后张家开始经营杂粮及白米买卖的生意 张四清在新加坡的斯斯街 Cecille Street设立四海站分行 后前至卡蓬特大街 Carpent Street 租借翻船 从泰国送卡运载百米到新加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大哥张四川于1945年到新加坡掌管四海站 经营米糖和国际贸易 当时四海站是新加坡嘉宾大街 最早期的米糖贸易商 也是新加坡最大的百米进口商 张四川虽受教育不多 但目光远大 务实求心 懂得把握商机 将业务多余化 在他的领航之下 四海站于1950年起 与泰国当地米商建立联营公司 直接从泰国进口香米到新马 亦与东南亚的稻米生产国缅甸 签署重要合约 成为了缅甸输出百米 至第三世界国家的最大代理 1959年 四海站进军树胶与棕油的种植业 1965年 新加坡独立之后 采用四海站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1967年 张四川为了提升国家经济与人民生活 接受与新加坡政府合作联营糖厂 在新加坡提炼白糖 此举让他跃升为新加坡的糖王 70年代 四海站协助泰国大米供应商 孙花信设立米仓 随后开始进口孙花信50公斤的知名香米 如Red Cub Red Kangaroo 和Golden Jet Ring 80年代 四海站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更名为四海站1988私人有限公司 配合新加坡人购买香米的习惯 四海站推出1公斤、5公斤和10公斤的零售包装 其后主动与生产泰国知名香米 Golden Phoenix Brand Charming Group建立合作关系 2003年 四海站与新加坡的韦乐坊和易安城举办宣传活动 推出从泰国进口的自家品牌顶级天天茉莉香米 之后天天香米产品系列还增加了天天香糙米、天天新姜米和天天茉莉香白米 目前传承四海站精神的棒子已交由第四代继承人张棉药管理 第四代继承四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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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父亲一直是一个家庭的家庭 他一直看着我们的家庭 他一直看着我们的家庭 他一直很忙着工作和工作和旅行 和管理的商业 我第一次工作是 Mr.Diosu Chuan 他是首席的社会 ,他又是首席的社会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真正很慈祥 很和蔼可亲的老人 他也会在星期和星期间 有小碗茶和谈调 谈判与商业 在日常商业交易业等 在我最困难的时间内 他帮忙我很多东西 教导我很多人生的经验 包括做人的原则 和做生意的颜色 我的父亲常常会说 如何祖父做的事情 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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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的方法 我很高兴到 能够一代传一代的程序下去 包括我现在的小老板 他的人员很好 他的责任感也很重 他带领我们这一班 中青年的员工 开创了另外一个新的旅程 You know, all of this is because my grandfather and my great-grandfather and my great-uncle they worked hard then established the family business passed it on to my father my father has continued to to move around in the business circle and he's also done well for himself and then now it's my turn to to help with the family business and to pass it o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the chairman has built up this company and also with the help of the managers and the bosses the company is doing well and he's catching up with things as time goes by well I think a lot of the groundwork has already been has already been settled by my grandfather and my dad the family atmosphere still remains I try to make sure that our staff here are quite are relatively happy and that they look up to themselves their health and all that so in some sense there's still some tradition okay I希望 I希望將來 我們的生業 能夠做更好 生業興隆 財源管理 人工也可以過得 生活比較好 開開心心 像一個大家庭一樣 we've weathered a lot of changes from the old style of working with my grandfather through to today 他们永远都会有很大的支援 成为西亚珊的专业 我认为他们会继续成为他们的样子 我答应过我的大老板 除非他不要我 还是把我吃掉 不然的话 我会继续做到我不能做的位置 张四传一生勤俭奋斗 生活勤俭 乐善好时 更积极推动教育 他非常注重家庭生活 刻苦耐劳的他 以诚信取得生意伙伴信任的企业家精神 不仅赢得众人对他的尊重 员工也都甘心乐意献上上好的青春 走过了半个世纪 一直秉持着务实求心 坚持不懈 勤俭奋斗 屡败屡战 爱人如己 这一种精神世事相传 就是四海战 与时并进的天天香米 为了减轻新加坡人的负担 于2002年起 推出 Go Waitless Home Direct 免费送米上门服务 只需拨打一通电话6535-5222 或上网到www.heavenlyrise.com订购 就能解决柴米油盐的烦恼 所以 有点 可以